过去几个星期美中关系持续紧张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北京 与中国外长王毅公开相互指责 美国副总统彭斯早些时候发表对华政策演说 言辞抨击中国对台湾的打压和对国内民众人权的侵犯 台湾总统蔡英文10月10日发表演讲时 呼吁北京当局在区域以及全球事务中扮演良性的角色 而不是冲突的来源 在美中贸易摩擦加剧 美中关系紧张的环境下 美中台三角关系如何走向 我们邀请美国以色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 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博士来分析 欢迎王维正教授 主持人您好 王教授我们先说一说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这次访华行程 他现在从报道来看是一个非常 似乎这双方很不友好的这样的一个气氛当中 而且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也没有接见他 好像这也是打破了过去的一个惯例 另外他和中国的外长王毅两个人是相互公开的指责 但是尽管这样美国国务院还是说 不会影响美中在朝鲜问题上的合作 你怎么看 我想这一次双方的外交部长在镜头面前 记者面前这样的针锋相对 这个在外交的常态上来讲的话 确实是不常见 但是蓬佩奥他这次还是有必要到北京去 特别是在这一连串的 就是在中方看起来的话 对中方相当强硬的在美国的一些政策 或者是一些这个演说之外的话 那么川普总统他很了解 就是说这个有关于北韩的问题的解决的话 中国还是扮演一个相当的地位 但就是说现在跟那个两三年前最大的不同 就是美国可以直接透过他自己 比如说这个元首的这个高峰会谈 还有透过南韩 所以中国的话非常的担心 就是说过去多年在这个朝鲜问题上面的话 他所扮演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斡旋的角色 那丧失 那美国这样去的话 是一方面的话是给这个北京的比较脆弱的心灵一些慰藉 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当然说斗 所谓斗而不破 就是说在这双方的关系的话 不要无限的探敌 美国副总统彭斯 几天前发表了一个演讲 这个对华政策的演讲 在演讲中是言辞的批评中国之后 许多分析就认为美中关系或许会走向新冷战 那么你对美中关系未来几年的预期是什么 我有一个看法就是说 这篇演说很有可能变成是一个新的政策的一个理论的陈述 因为一个政策的话 它要形成的之前的话都要有一番的酝酿 在这个学历方面的一个酝酿 那么很多人认为说川普总统上台之后 对这个外交政策的话东达西岛 并没有一套这个非常有系统的一个政策 但现在看起来的话 对华政策已经是总结了过去40年 对华的一个主流的政策 所谓的交往政策 engagement policy是彻底的失望了 那么然后发现说中国在各方面 在人权方面 在军事发展方面 在经济竞争方面的话 对美国来讲的话 都形成了强大的一个挑战 所以我个人认为说 这篇演说如果再加上 接下来陆续的一些具体的动作的话 会形成一个新的政策 那就是中美两国是主要的竞争对手的一个政策 这个政策现在还没有名字 但是政策没有名字的话 这也不是第一次 就是说通常要过一段时间 才会形成一个响亮的口号 彭斯副总统在演讲的时候 还特别批评北京是打压台北 那么蔡英文总统在台湾的双十国庆演讲中 是批评北京是冲突的来源 没有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 那么在目前美中关系这样的一个语境下 那么美中台的这样的一个三角关系 会如何的走向 我想在台海事务上 在西太平洋的稳定上 美国向来是扮演一个所谓的一个 一个仲裁者 那么换句话讲说 他看就希望维持当地的这个稳定 然后适当的时间的话 指责某一方是这个不稳定的来源 那么现在过去两年看起来的话 显然这不稳定的来源 在美国的讲法的话是来自北京 所以蔡英文总统他国庆演说的这一套讲法 显然是跟美国是站在一边 那就是说这个希望说 对于台湾目前的国际处境呢 能够让那个引起这个国际人士的一些 特别是信念比较接近的国家的一些同情 站在道德的至高点上 这样能够引起这些国家的一些的支持 但是支持归支持 就是说目前来讲的话 台湾的这个国际处境并没有因此而改善 王教授 那么在美国也有一些这个中国问题 专家认为啊 说是彭斯副总统的这个讲话 实际上他的主要的这个受众啊 是针对美国国内民众的 因为他选择的是美国的一个智库 保守智库 保守智库来发表这样的一个演讲 那么言外之一啊 就是这些专家认为就是说似乎啊 外界不必对这个美中关系的恶化太过于担心 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任何重要的演说的话 都有国内的观众跟国外的观众 那国外观众呢 显然最主要就是北京 还有其实除了北京之外 还有其他在东亚国家的 他们也在注意在看 那你谈到说的国内的话 我觉得如果说只是把它看作说是为了要 其中选举之前帮这个共和党拉票 我觉得这个太小看这个政策的一个重要性 因为我刚刚已经提过说重要的重大重策 它要形成之前的话 必须要有理论的铺陈 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几个月之内 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到底只是为了这个竞选 让总统有一些外交政策的成就呢 还是说真的意会到美国 意会到美国的政策有一个重大的改变 非常感谢美国其次家大学教授 王维正博士的分析 受访者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 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一